我快死了 你曾想办法救我 可为何有我的内力 还为好者 因为我已经中了天下之毒 必死无疑 你之前哭着喊着 想把内力传授给我 不惜一切代价却救不了我 如今我已经是垂死之人 总不会骗你了吧 现在 信了吗 看来你真的对我很重要 莫非你真的是 你的主人 这两个字 好像从我嘴里吐出来 没有关系 也不太重要 这重要的是呢 你想留着性命 报答我的恩情 如果你现在走出去 很多人都想杀你 你不认得他们 他们却认得你 那我该害怕吗 单打独斗呢 你自然是不怕 但鸣枪易躲 暗箭难防 你若死了的话 那我这个银子找谁去还呢 咱们俩来算算账 我输你的时候 花了一千两的银子 让你去做内营 但是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查到 反而呢 被人收到了收拾铺 于是呢 我又花了一万两的银子 从刘虾子那儿给你买回来 如果你死了的话 那我这笔账涨谁去还呢 你想怎么样 继续听我查案了 每查一个案子 就算是一千两 你什么时候给我还还了 就可以走了呀 奇怪 你是要死之人 应该想着我如何救你的命才是 有很多呢 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 你刚才说 还有很多事情未清 你为什么会中毒 我为什么会遭人暗算 金元萌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 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等你什么时候还清我的银子 就一切知晓了 来 陈江 来